Hello,大家好,这里是苗妹电影 今天苗妹要给大家介绍一个中国女人被拐卖到韩国的悲惨故事 至善在离婚后独自扛起了育儿和生计的重担 每天在家里和公司之间来回奔波 令至善欣慰的是保姆韩梅照顾女儿很是用心 替自己分担了不少压力 不久后法院传来了消息 孩子的抚养权判给了前夫 至善找到在医院工作的前夫商量 但是却被无情的回绝了 回家后至善发现韩梅和孩子不见了 而且韩梅的住址是假的 至善这下慌了 她还怕前夫知道孩子被自己弄丢了 她没敢报警 只好独自继续寻找 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个假身份的人谈何容易 就在至善陷入绝望的时候 一个黑帽男却带来了转机 原来黑帽男是介绍游客进出按摩院的中介 她和韩梅之前在这里工作过 但是现在早已经不知去向 这下至善彻底绝望了 她不得已只好报警 但是警察和前夫认为 这只不过是至善为了留下女儿的谎言罢了 走投无路的至善再次找到了按摩院 这次至善拿了韩梅留下的婴儿照 还顺着照片找到了韩梅的老家 原来韩梅是被拐卖到韩国的中国女孩 卖给一个光棍后 时常遭到打骂 怀孕后生下了患有咸甜性疾病的女儿 丈夫这下不乐意了 韩梅母女被赶出了家门 无奈韩梅卖身卖肾为女儿治病 但是医院床位紧缺 于是前夫利用职权给自己女儿腾出床位 而韩梅母女却被医院赶了出去 绝望的韩梅只好偷走至善的孩子 以此敲诈为女儿治病 不幸的是孩子不久后还是夭折了 而另一边韩梅早已精神失常 她认为怀中抱的就是自己的小孩 就在她准备带着孩子一起跳海的时候 至善用母爱感动了韩梅 韩梅将孩子交给了警察 而自己选择了跳海自尽 好了 今天妹妹的节目就收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妹妹我的节目 记得点赞哦 如果你想表达对妹妹我的支持 不妨在屏幕下方留言 爱你哦 摸摸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